让审美成为一种技能 大家好 我是王大师 欢迎收看大师说 咱们今天接着聊聊红色 上次我们从文化的角度去诠释了红色 那么这次呢 我们从心理学的角度 再来探讨一下红色的源源 上个世纪60年代 有两位语言学家 发现了人类对颜色认识的一个规律 如果一种语言啊 仅仅有六个基本词能代表颜色的话 那么这六个颜色的顺序是什么呢 黑色白色红色绿色黄色或者蓝色 那么如果只有四个颜色的词呢 那么就是黑白红绿或者黄 那如果只有三个呢 黑白红 所以可见红色是人类除了黑白以外 第一个认识的颜色 为什么呢 因为在色彩层次理论上 红色是比其他所有的颜色都明显的颜色 其实也不用说那么复杂 因为人自身的血血液就是红色的 人类也生存的这种火 它也是红色的 而且红色这种颜色也是所有古老文明最先掌握的颜色 就是天然的这种氧化体的这种红 比如西班牙有一个叫阿尔塔米拉的这种洞窟发现的这种公元前 1300年前的这样一个壁画就是用这种颜色 这个实验发现了什么 就是所有灵长类对于红色是天生的敏感 比如发青期的猴子脸和屁股都是变得特别红 所以呢 人类其实对红色的也是天生敏感 红色翻过头来对人类来说 它是拥有一种警示力和震慑力的这样的颜色 也就是说在所有的颜色当中 对人类心理刺激这种最大的颜色就是红色 而且呢 2005年有研究的人在这个Nature杂志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 说什么呢 发现在雅典奥运会上拳击跆拳道 摔跤古典摔跤自由式摔跤 这几个项目当中呢 只要双方实力差别不大的情况之下 那个身穿红色运动服的运动员 他更有可能比身穿蓝色运动服的运动员 获胜几率更大 不过呢 这个颜色呀 他对于女性的选手没效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红色在人类进化过程当中 或者说是社会文化当中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攻击和支配 而在环境当中的红色呢 却能够让人类引发违避动机 这和其他领长类动物也是一样的 所以呢 红色代表一种攻击的信号 对人来说 它是一种先天的遗传 而和文化没有关系 这也是为什么这些警示的标志 禁止 stop这样标志都是红色的 同样的 红色在中国成为第一个颜色 其实恰恰也和红色和权力的这种结合 是分不开的 红色在人的生理上 基本上是让人天生的警示害怕回避的 这也是和中国人对权力的态度 也是相重合的 所以因为红色这些特征 所以用好了呢 就会事半功倍 比如说著名的商标 可口可乐 那对于时尚来说呢 红色呢 一定它是一个点缀色 它能恰到好处的增加 女性的这种信心好传递 但是呢 绝对不能当主色大面积来用 因为呢 大多数人根本hold不住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 中国农村 那个穿着一身红的新娘子 很容易呢 让人直接联想到 这不像是结婚 而像是把自己当成一个祭品 直接祭献出去了